大家好,我是天宇,今天咱们合相对比一下入门级别的3万元左右的拉力车 豪爵陵木的DL250以及宗生赛克龙的RX401 这两款车价位都在3万元左右 排量上豪爵陵木嘛,只能算是一个入门级别的拉力车 它只有249cc的排量 反过来看宗生赛克龙的RX401 它使用的是TC401的发动机 这款经过重新调教的TC401发动机 最大功率已经达到了33千瓦 相应的最大扭矩也是37牛米 对比一下陵木的DL250那款249cc的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只有18.4千瓦 相应的扭矩也只有23.4 两个车同样都是直列双缸 动力谁大谁小,一目了然 当然,陵木的DL250它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 三箱版本目前经过优惠之后 终端售价27,680 对比塞克龙RX401的两个配置来说 有2000元的优惠,并且还带着三箱 但是从配置上看 陵木的DL250在现在这个大屏时代 显然已经落后了 然后都是17寸的轮毂 LCD的液晶仪表也没有滑动离合 大灯也是卤素的 大家伙聊这款车的时候 只能用质量稳定 耐扛耐造来形容 其实它这个最低155的离地间隙 也使得它不太适合去走那些非铺装的道路 216公斤的整备重量 使得它在操控方面也一般 但是陵木的DL250绝对是一个保值理财神器 从2018年的上市到如今2022年了 2022款现在也只是增加了几个颜色的配花 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咱再说说周深塞克龙的RX401 这款车滑动离合 可以投屏的液晶仪表 真空浮条轮前19后17 最小离地间隙也达到了19 前后减震都可调 我记得前减震是21级可调 后减震是17级可调 相应的油箱存储量也达到了20.5升 使得你的续航成绩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两个配置都不带三箱 无论是高配低配 你都需要另外去花钱再去买三箱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 我最担心的是塞克龙的品控究竟会如何 因为用国产车和合资车去比品控的话 确实会有那么一定的差距 买拉力车的很多朋友们都是为了去跑长途 你说如果在路上总是出毛病 那谁会不着急呢 总之吧 这两款车如果选购起来 我建议大家伙 如果你是想买一个新车 那么你去买综身塞克龙的RX401 毕竟新车出现各种问题的概率要小 反过来说 如果你想买一个二手车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豪爵陵木的DL250 陵木DL250最大的好处就是质量稳定 隔扛隔糟 两万多块钱买一个20年或者21年的 玩上半年之后赔上几千轻松出手 大家伙觉得在三万元左右 质量稳定的DL250和配置高端的 终身塞克龙的RX401 你会选择谁呢 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吧